她們是Cosplay 是的 Cosplay大家很了解 對 可是她很特別 她的Cosplay今天只有兩年 可是兩年就迅速累積了 這麼說 而且她代表台灣 然後去參加香港的 一起來歡迎這位喬喬兒 好 宇宅 紅紅 Fashion Show 嗨 妳好 喬喬兒 妳好 喬喬兒 這一身是什麼 這是LL的阿卡莉的造型 阿卡莉 裡面那個角色 這個 阿卡莉 好像喔 英雄聯盟 喔 LL 阿卡莉 妳剛剛講說這個 到香港去參加 妳是台灣代表 我那時候去參加的那個 香港的Cosplay Fashion Show 那個算是第一次在香港舉辦的 然後那一次是辦那個 聖鬥士星史年的 聖鬥士星史 很大村耶 很大村耶 射手座 然後它是艾奧羅斯 哪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好厲害喔 它是 原來 人家性轉的角色 它是男生 然後性轉 OK 對 這個很難走路吧 對 有一點困難 那妳是不是要穿 那非常高的那種鞋 鞋子滿高的 然後加上我的道具 翅膀也很大 所以我等於轉身 或是輕輕動的時候 都會把人家 所以它側身轉路 對 我一路都是很像傢俱這樣 像螃蟹這樣 那妳們這樣是不是很常要憋尿 對不對 對 要憋尿 它有一些不方便 真的 對 對 要忍住 衣服自己準備嗎 還是什麼 那一次的衣服是 在那個香港比較厲害的那種 COSA老師訂製的 平常有正當的職業嗎 平常其實是模特兒跟實況主 就是有些都是相關的 這樣滿適合的 滿適合的 也算是宅文化那種 我之前有一次 遇到狀況比較麻煩 其實不就是服裝麻煩 是我自己在家裡 就是有一些角色配件多到 就是比如說我假髮 還有很多小花 那時候我衣服是一層 一層一層放在地上的 因為我得一件一件穿上來 就在最後一刻我要出門 要套上那三層的時候 我的貓就在我面前走到前面去 然後蹲下來 尿尿 真的是 完了 對 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還是要穿那怎麼辦 很臭 真的超可怕 那個阿摩尼亞的味道 對 貓尿 那你就穿著 讓貓尿服直接就 沒有辦法 我真的是 沒有辦法 因為我趕時間 已經遲到了 就這一套 天啊 好大一套 對 它很多層 就是有肌肉瓣什麼的 那是硬穿 我硬穿 然後它其實是一個 密閉失控的間隔 那種 我以為 其實我不太敢讓攝影師靠近我 因為我超臭 真的是太厲害了 有沒有 因為裡面有第二套 人只有一套 對啊 完全沒辦法 完全沒辦法 也是很辛苦 那你們的心裡面的狀態是什麼 你想成為這個 你Cosplay的這個對象嗎 就是Cos的時候 會希望 就是會揣摩這個角色的特性 然後 真的會 我所謂的上升 會入戲 入戲 對 會想要被附身的感覺 OK 這都是你喔 好厲害 很可愛的喔 看到它很多的照片 真的是 很奇特的一個世界 而且這樣真的很百變 以這些照片來講 我覺得真的算是非常特別 謝謝 真的是很特別 對啊 有機會帶領這個弟弟妹妹 大家一起去拍拍這些照片 對啊 想不想 他們本來就是Cosplay出身 對啊 Cos出身的 但它這個算是很高級的對不對 已經是達人了 我好想要問他們話 一問 八個頭 同時 這個算很厲害對不對 對 對 專業級的對不對 王先生長輸喔 對 對不對 很像王建民公仔 對 對 OK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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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巧巧兒 太可愛了 真的 今天我們真的是奇怪之旅耶 對 拜託 今天我們都是 Europa的 會不會 會不會 我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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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帶 會不會 我們 我們